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深度调查报告 我是卢秀芳 秋天是吃海鲜的季节 除了到餐厅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海鲜餐厅 海鲜货柜 新奇的体验在马路上 就可以享用高档海鲜 像是曾经刮起过旋风的龙虾堡 你看看烤得香酥的面包 铺上满满的龙虾肉 光看就口水直流 另外台中风源也有海鲜行动餐车 高档龙虾螃蟹煮成了海鲜粥 满满一大碗 成为当地民众的深夜小确幸 看到整只的这种龙虾 不常见 拿起龙虾大口咬下 扎实Q弹的龙虾肉 豪迈吃进嘴里 只不过这里不是餐厅 而是在马路边的餐车旁 吃着每天限量的龙虾海鲜粥 吃我的粥的话 基本上要有缘分 戴着眼镜 斯文中带点加呼气 和老板解释 生意好的时候 傍晚五点半开始煮粥 晚上八点半就卖完 何冠德的海鲜粥 属于南部饭汤料理 比脸大的碗工 主是从龙虾螃蟹等高岛海鲜 加上虱目鱼丸蟹肉 白虾海瓜子干贝 鱼食材等都看得清楚 价位130元起跳 一碗海鲜粥 就是海鲜加上高汤和米饭 每天开店五小时就卖光 好吃的秘诀在哪里 龙虾海鲜粥已经不需取 现在战车海鲜粥已经吃过了 海战车又称为蝉虾 是极稀有的海底虾种 必须靠人工一只一只 徒手捕捞 外形比较像虾锅 肉质比龙虾更扎实更Q弹 因为数量极少 价格也最贵 这些高档海鲜 从活跳跳地捞上来 就要急速冷凍 直接送来 有很多龙虾它一切开 它这边就黑掉了 那个龙虾不能用 甚至那一整件的龙虾 可能都不能用 因为在运输过程中 它可能有退冰 一退冰的话 它造成里面的那种虾洞 就会跑出来 那里面的肉就会松散 它就不行 何老板拿出虾菇 教我们如何辨别 冷凍海鲜的新鲜度 上面有这个盐巴 海水盐巴 结块 这是海水 再加上它后面都没有 完全没有做清洗 它是底气动物 所以它很多那个泥沙 原来越是没清洗 越能确保新鲜度 这是和贯德累积两年的经验 他原本在五金工厂上班 每天和机具为伍 工作十几年 却因为不景气被裁员 拿了资钱被当创业金 不懂怎么做吃的 却决定挑战龙虾海鲜粥 买了发财车 改装车行动餐车 只是刚开业并不顺利 一开始因为我是门外汉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用那个 鸡精粉 或者是柴鱼粉 对 就是这样的东西去 去处理高汤 那就有可能跟我说 你这个东西就是用鸡精粉 还有柴鱼粉泡出来的 只是比例问题而已 那我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什么 处理吃你的东西 不刻一句话 何冠德飞到了澎湖拜师学艺 重新出发 改用天然食材煮高汤 海鲜中好吃的秘诀 除了食材外 汤头很重要 像这一家 它是用18种食材 包括生鲜 你看 就用这样泡过的 泡过了之后 来 我们看这个汤 咬起来给大家看 很沉 很清 有没有 很澄清 然后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添加物 他们称之为澄清汤 所以我在烹煮的过程中 我不加任何的眼巴 味精 米酒 柔葱酥 我都没有放 我们坚持不放 要让客人吃到原味 汤头对了 还有一样 海鲜粥的饭 用的是在地的雾丰香米 煮熟了还得冰一天一夜 饭流水分嘛 我们就用冰箱的来吸水分 那个饭粒就是隔夜的饭 我们就要打成一粒一粒的 分得很清楚的 这煮起来之后 就会轻轻的 不会丑丑的 为了省租金 何冠得每天从家里面备好食材 开车半小时 到丰原景临马路的地点开张 白天是洗车场 晚上卖海鲜粥 几张桌椅 外将两盏红灯 就能做生意 刚起锅的海鲜粥 满满的虾肉和蟹膏 让人难以抗拒 太热了 太热了 太热了不用钱了 最北的话是在基隆 基隆的客人 基隆海这边专程来吃吗 专程 单趟来回 没有中厨站 就单趟来回 然后最南边是在平东 除了海鲜粥 想吃龙虾还有另一种吃法 很有在美国纽澳粮 享用那个鲜甜海味的感觉 刚煎好的自制面包 铺上新鲜的龙虾肉 搭配苹果丁 一口咬下大大满足 这是时下最新流行的龙虾堡 不用出国也吃得到 它的龙虾非常的鲜甜 可以吃得出来 它是非常新鲜的龙虾 去从里面挖出来的 之前去过餐厅 吃过别的龙虾 那像这种货桂屋形式的 第一次过来吃 我们是用新鲜的龙虾 每天现做提供给大家 所以你说这 三百万块不可能吃的 你来吃就知道 咬下去就不一样了 就差别就差在这里 谢行安原本是开美式海鲜餐厅 专卖龙虾螃蟹 为了增加客源 将源自国外的当红龙虾堡 在台中中科广场 以货桂屋形态 让民众吃点击海鲜 多一种选择 你说这个没有什么技术 对啊 确实没有什么技术 我们就是提供活龙虾 那个新鲜的龙虾现做 这个就是很大的技术 这个就是很高的成本在这里 来自加拿大进口 活龙虾一一摆盘 趁新鲜放进烤箱烤熟 再送到货桂屋料理 这就是龙虾堡好吃的秘诀 你不要以为货桂美食 卖冷冻的产品 我们才不搞那个什么冷冻产品 我不是说那个不好 只是我们不来这一套 不仅龙虾 这里还有虾堡 蟹堡和玉堡 和餐车海鲜料理一样 都是让民众能够用比较少的价格 不用上餐厅 就能吃到高品质的树米海鲜 看完树米海鲜 我们再延续上周的一个话题 虽然房市还在低谷徘徊 但是台湾顶级商贩 却出现了卡位热潮 像是101等知名地标的办公大楼 现在几乎都是满租状态 有国际连锁集团在台湾 一次租下了好几层楼 作为共享办公室 那么这跟去年的景气 真的是差很大 那个时候办公室你还记得吗 空置率高达四到五成 而吊诡的是 全球景气似乎没有这种热度 那么金融时报也指出 世界经济正走向日本化 所谓的黑洞经济 也就是零成长 零利率 零通膨 简直是一滩死水 而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 都陷入了经济的负成长 但是蔡英文总统 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 台湾现阶段的经济 是二十年来最好的状态 主技术也公布了台湾第三季的GDP 百分之二点九一 这个成长的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问题是 我们有感受到状况真的这么好吗 民众看到的应该是 低线的困境仍然无解 所以年轻人被迫出走到国外发展 还有台湾各知名老店 接连吹起了席灯号 今年以来总共十六家宣布歇业 还有三家预告 明年就要退场 骨牌效应连环倒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 这些记忆中的老味道 为什么存活不下去 记者林慧君 蔡沐起的调查报告 现在我们是台商投资 大量的回归回得到台湾 今年一位在县里面打千点 打千点 十月底主基础公布 台湾2019年第三季的GDP 为百分之二点九一 击败了韩国香港跟新加坡 蝉联亚洲四小龙第一 股市近一万两千点 就连被称为台北曼哈顿的 101商贩周边也不够租 但民众有感吗 眼前看到的却是 老店一泼泼的熄灯潮 十六年来 台北六条通的鰻鱼名店 还没开门营业 就有人来排队 喂的就是这一位 吸满酱汁的鰻 在炭火上烤得芝芝作响 被誉为台北四大鰻鱼饭之一 却在这时熄灯了 当然很捨不得 因为我们来吃很多年了 对 而且非常好吃 想要进行装修的时候 又因为朱约到期等种种的因素 所以决定停业 整个市场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那我们也必须要 跟对市场的环境 市场的变化 进行适度的调整 业者坦言因为近年 鰻鱼市场价格飙升 加上周边观光退收 不得不忍痛做这个决定 四个字来形容 叫内忧外患 外患就是所谓政府一直跟我们讲的景气不好 内忧是什么 外面已经被打击了 人数已经不够了 所有各个店 它的营业额在下降 那内忧是 包括一厘一休 跟年金改革 这些策略又朝内部去攻击 如此感同身受 是因为自己开在台北庆城街的拉面旗舰店 也要关门收摊了 采访这天是营业最后一天 即便过了中午用餐时间 还是有很多老客人来缅怀老滋味 可能有点难过 以后下午没有地方可以去吃 大概像豚骨拉面 乳白色的豚骨浓厚汤头 是整碗面的精华 陆友智2012年和朋友合伙开拉面店 全盛时期开了四家 已经关到剩一家 第一个收了就是郊西 再来包括南京店 南京店是属于一个商圈 那些外食族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消费了 再来就是这个庆城商圈 庆城商圈又是有 南京东路的上班族 又有观光客 商旅饭店的观光客 两个都不行的状况之下 那当然是一定要把它收起来 短短七年收了三家店 尽管自己本身还在上节目赚外快 但坦言 一粒一休后增加的人事成本 让他吃不消 一粒一休只不过增加 每一个行业大约4%到6%的人事成本 可是你要算的是 观光类股的获利模式 一般来讲净利率都是在10以下 甚至还有在5以下的 你用5来算 5减掉你所谓的4%到6% 不就归0了吗 所以净利率到最后是0 等于我每张收100块钱进来 我没有赚任何的钱 政府政策不仅影响店家 在营运上面临的压力 也影响了民众的消费欲望 客单价降低很容易不是在主食部分 客单价降低很容易是在小菜 小菜的降低就代表什么 口袋没钱 如果我口袋有盈余的钱 我多花个几百块钱 去吃这些享受性的小菜 那就很容易了 但是老百姓没有钱了 他们今天愿意多留200块在身上 就愿意多留200 多留200也就是外面的餐饮宴 每一个客人客单价等于少200 他更用3331经营法则来盖算餐饮业的成本跟获利 商房租等不可变动成本 和原物料水电可变动成本 以及人事成本和利润分成3比3比3比1 每个一粒修的成本从30变成34的时候 旁边的10 你减掉4只剩下6 再减掉5剩1 我每收到100块我只赚1块钱 我何必那么辛苦 比定存还少 那我为什么这些做老板的 我把它放到股市放在银行就好了 这就会这样大大的降低很多人愿意投资的意愿 你看光这一个蓝可以养活多少的 青菜的 然后肉的 肉又是一个商 肉商是肉商 然后青菜是菜商 然后还有那个酱料 一家店千栋上下游产递到餐桌上的生计 让他更不舍的 是店里这些跟他多年的员工 你看到他们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的时候 你会于心不忍 能再撑多久是多久 可是政府有没有给我们那个时间撑下去 没有 是一再用重拳在打击我们 最后我们只把它收掉 你嘴这事成也感叹po出这张 将这料理店结束营业的红单 上头写到 努力经营多年 还是见不到大环境转家的讯息 忍痛决定停业 可以想见店家心中的无奈 一旦政府的政策 不能维持这些餐饮业活下去的话 第一个收掉的就是餐饮业 全台陆续吹起习登潮 2019年还没结束 就有16家老店歇业 包含了许多老字号饭店 在高雄经营了40年的汉王洲季饭店 也确定在2020年1月暂停营业餐饮部门 年金改革而产生消费力下降 是你难以想象的 而且越来越少的话 那这种形态 如果继续还用 野奶的模式去经营 这是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我就断然把它收掉 饭店总裁也是南台湾观光业大佬 他坦言受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 餐饮部门从年初开始 月亏80万 若不复出只好设下停损点 当然在这后面 有隐藏的政治因素在 那在观光业界来看 如果蔡英文当选 恐怕对于两岸的观光客 是没有办法有增长 也就是我现在可以看到现在 可是观光业界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明天 来台路客骤检 从2015年418万人 到2018年270万人 再到2019年上半年 更只剩下167万人 少了100万人 即使政府积极发展西南巷 捕出东南亚旅客来台旅游 也来不及就观光缺口 路客虽然减少 但日本观光客跟韩国观光客增加 所以今年的国际观光客 应该不会比去年2018年还少 这什么逻辑 你如果有观光客来这么多 我们高雄要关这么多饭店吗 嘉义 花莲 台东 到处都在观饭店 那这是什么 很逼政府秀亮丽数字 来粉饰观光美好蓝图 也对政府以砸大钱的方式 来补助国内旅游 温泉住宿提出中雇 确实是有成像 如果没有 那恐怕连我的客房部也要关掉 但是这一种补助 总不能长期 该做行销的 该做推广的要去做推广 而不是这一个大市场 变成是敌人 然后小众市场 花好多钱去争取 这是很对的 任何一个国家 不能因为政治因素 而阻断观光发展的商机 但林富南总裁也留下伏笔 一切要等到2020-520总统就职后 再做打算 我希望我们台湾观光的发展 是一个永续的 一个健康的 一个良好 一个向上 向上向散的 大环境和政策的影响 全台老店像骨牌一样连环倒 政府要思考的 恐怕不仅仅是推行补助策略 还得秉除成建 拓展更多客源 让观光产业杀出一线生机 想要杀出一线生机的还有医生们 他们是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族群 但这个呢 却是用命换来的 好不容易劳动部终于公告 从今年9月起 所有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 工作10个小时就必须要休息 全台湾因此有4000多名医师 受到了保障 在过去血汗的白色巨塔里 有许多医生使用自己的命 来救病人的命 其中这位前勤美医院的外科医师 蔡博强几乎每天都工作超过12个小时 有一天她突然心肌梗塞倒地 被救醒之后呢 智力退化到6岁以下 连太太也不认识了 家人愤而打官司向医院求偿 也成为全台医师执灾 获赔的首例 她的悲剧 正是台湾医护过劳的缩影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你刚才今年 今年 100秒 不对 数字 100 100对了 100多 100多不知道 不清楚现在是民国纪念 求助的眼神望向一旁的太太琪琪 宛如无辜的大男孩 她是蔡博昌 前秦美医院的外科住院医师 我还可以弹歌 我弹松明明 你还记得你以前帮病人 做手术的事情吗 就是 记忆感觉 毫无影响 忘了不记得了 是蔡博昌这十年来 最常说的话 我有什么含冰做会 我要问的就是这件事 什么事 我有什么含冰两个做会 你不用跟你母做会 对 我是你母 你妈还在吗 我妈还在 那你爸呢 连父亲早就过世也想不太起来 两眼无神又空洞 这一张张穿着白袍 还有夫妻间的甜蜜回忆 如今成为被遗忘的过去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2009年蔡博昌35岁 还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外科医师 但4月23号早上 进手术房前 即兴心肌梗塞倒地 电视机架 准备电击 300 300 就他同事打电话给我 就是 羌哥 那个 他是不是有癫痫啊 我就说 癫痫没有啊 他说可是他在那个 开刀房昏倒 他说他 他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同事叫他去 他说 叫我赶快去医院 他在急救 就觉得 很不公平啊 我不能说每一个 医生都怎么样子 就是不认真我 但是他们科里面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啊 长久以来 就是有这种问题啊 满叶先生总是在加班 但等了两天两夜 终于传来好消息 蔡博昌人醒了 叶克摩也拆掉了 这里是哪里 盘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你叫阿布拉 你叫阿布拉 你怎么又变叫阿布拉 姐姐这下才发现 先生有点怪怪的 但他心想 可能刚醒需要恢复 但一天两天过去了 半年过去了 蔡博昌依旧没有好转 还忘了他是谁 每个人专注他都叫得出来 然后同事也叫得出来 可是我的话 他们说那我是谁 然后他就说 你服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要照顾他你知道 你要认识我是谁啊 感觉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你照顾他你会觉得 那种是一种很挫折 你知道你照顾他到底为了什么 语气中听得出几分埋怨 太太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为蔡博昌被判定脑部缺氧 造成记忆功能驱损 连基本的生活能力 也退化到六岁以下 现在走着走着想吐 那路上吐 这个只是小事 另外还有一个大事 他会在路上 突然停在那边 然后我大便 他曾带先生回医院 检查不下数十次 但却没有任何医生告诉他 他的先生到底怎么了 医学的部分 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你 他们居然要叫我去 拜拜祈求 别的东西来帮助我 我就觉得心都两到一半 但拜着拜着 希望也变成了绝望 那时候真的觉得 只有死路一条 觉得 整巴底的所有的路都风光了 没有路可以走 那时候真的觉得 死一只转 觉得 那时候就想 在那里死地要比较好 从医院倒上跳下来 然后我们开始想很可爱 他也不知道怎么 他就那边弄弄你 摸摸你的脸 然后你就觉得 死一死干嘛 在柏香倒下一年 两人姐刚结婚两年多 还有个六个月大的儿子 琪琪从人人称现的医师娘 变成像是照顾两孩子的 一家之主 他也不过就才并半年而已 然后等到过了一年之后 还是有这样的生意 就是离婚不离婚 离婚不离婚 没什么话可以回 只好把我儿子猜出来 这样会没有爸爸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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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穿布鞋来的 对啊这边呢 好 她说她说她是穿拖鞋 她说她是穿拖鞋 不离婚 如果小孩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她不公平 她即便没什么功用 在那边 补卧 我家里面的人会觉得 这样子会影响她 但我妈妈会觉得 可以影响得回去 对 有影响 可是你把她拿掉不得夹 对 最后琪琪还是选择了辛苦的路 躺起所有佳祭 稍后来看外送员车祸 不断引发了关注 年轻人拼外送赚薪水 他们的血汗故事 继续锁定深度调查报告 欢迎回来 前奇美医师蔡博强的故事 让很多人感到遗憾 白色巨塔里面 长期血汗过劳 必须得到解决 十年过去了 蔡医师的病情没有好转 记忆不断的退化 她的太太被迫扛起了家计 打官司讨公道 但是医院仍然决定 还要再上诉 2009年蔡博强倒下一年后 医院没有再和她续约 让琪琪心寒是院方的冷漠态度 因为硬要凹她好好的可以工作 我实在我也很佩服她们 这种话她也讲得出口 那你如果觉得她很正常的话 那你带她回去工作 他们又不愿意 那她觉得那不是她的责任 那不论是我的责任吗 她今天这样子十年了 你们到底对她付出了什么 完全没有啊 这也激发了琪琪想为先生讨公道的力量 琪琪调出了蔡博强的工作时数后发现 她每个月加班超过110个小时 平均每天上班超过12个小时 决定向琪琪医院求偿3800万元 一审啊 那个法官就是 他觉得 医生不是劳工 所以他所有只要付上劳工 劳工保护什么法之类的 那种只要劳工就都不能用啊 医师不是用劳工 那过劳谁负责 退休金的部分 法院判定 琪美医院应该付124万 但琪妇执灾补助金的官司却输了 琪琪决定上诉 也带着失忆的先生站出来发声 我们是被排除在外的 为什么我们被排除在外我不懂 为什么医师 只有医师可以超死吗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蔡医师的工作时数 跟一般的住院医师来比 事实上并没有过劳的情形 医院也跳出来澄清 表示蔡医师在事发前六个月值班表 并没有过劳的情形 住院医师值班是处于待命状态 仍可休息 所以总时是会叫一般员工长 也没有比一般教学医院住院医师来得长 但仍然免费给予额外的复健疗程 和高压氧治疗108次 院方深感遗憾 向家属提出卫住方案 但家属并没有接受 本院也在108年9月1号 帮所有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 双方各执一词 但无论如何 蔡博腔事件已经引发各界关注 现在网路这么发达 我们会有公司啊 我们会 就是会有一股 力量啊 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力量 就是会有深远的力量 就像我二审的时候 有很多那个民间的一些团体 来那个法院里面 但是施改会发起的 他们愿意来重视这个东西 也许是这股坚持与声援力量 让二审结果有了转变 新美医院判备780万的职灾补助 也成为医师过劳的判备首例 但想不到医院继续上诉 我真的觉得很无奈 坚定的医院也说 跟我们自身无关啊 跟我们自身无关 你还要再继续送 达到10年了 你跟我讲说 他可能是肾脏病 他可能是牙周病 引起了急性疾患 为什么10年前 你没跟我说 那你有帮我转诊吗 你都没有 对此齐美医院回复 蔡医师并无工作过劳的情形 应该是本身疾病触发所致 而对职业病认定及真相 部主应该付的义务 司法还在厘清审理中 至今案件进入更衣省 仍在缠送 但蔡博昌的事 也让大家正视 医师过劳的问题 劳动部公告 从2019年9月起 私立医院住院医师 纳入劳基法保障 每四周的工时上限320小时 我有大概去问了一下 他们的工时并没有降下来 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有淡数 好像是班跟班之间 要相差10个小时以上的样子 现在的就因医师来说的话 他有了淡数之后 会相对有多一点的休息时间 因为人总是要休息的人 不是贴 我觉得这暗数是很重要 但劳基法不包括主治医师 甚至公立医院 采约聘制住院医师 台湾估计有4.8万名的医师 只有4000多名受贿劳基法 比例达1.10都不到 但却对医师劳全迈进了一大步 过劳有点像酗酒 因为他的血液里面 就是产生酒精浓度极高的状况 这样子迷迷糊糊的帮你看病 你觉得看到他你会比较好吗 你的病会觉得比较快好吗 我觉得还是希望会 自己的医生是一个清醒的状况 去评估你的病吧 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病患 其实他们都能够理解这件事 你可以带病人来找你看医生 喜欢 为什么 可以帮病人解决问题啊 对啊 从在开刀房倒下 失忆至今10年了 蔡博腔依旧难忘对医职的热爱 即使常分不清楚现实和过去 所以你会很错 他怎么会是好像双重人格那样子 所以好像他有一部分的记忆被淘口 这是对于现在的那个时间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旧记忆 但是他记不住 现在的所有的事情一直的带众 他没有分拔机 他有跟Devi Devi Devi Devi一下 Devi Devi D-E-L-P-H-I D-E-L De-V 第一 那是专业软体吧 对啊 我会这个啊 口中说的是二十几年前 写程式的软体 现在鲜少人在使用了 采访这天是星期一 前一刻太太才提醒他 儿子上学去了 十分钟后 他又开始找儿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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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哪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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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上课 诶 诶 你今天安安安安四年了 你驚人已经五回了 发现什么事情 你就有驚訝了 驚訝 阿哥 我有什么驚訝 做番茄 本岛 心中疼去 裝兩隻指甲 你現在的心臟很難抬 我要倒下去 搞定我先什麼事 什麼什麼問題 沒有 台灣我先什麼事 沒有 沒有 沒有這樣 對啊 怎麼樣讓你堅持下去 你的動力是什麼 不甘心 你偶爾看到照片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很 你也沒有辦法平復啊 心理的調適 跟先生復健的路一樣漫長 但總是有收穫的 復健兩年多後的蔡柏江 終於認得起情 老婆你辛苦了 然後 我不會嫁忘記你 我 我愛你 我們沒離婚 是 我覺得是 我做最好的決定 我不願讓你一個人 享受這世界的殘忍 我不願眼淚陪你的永恆 搶救生命 醫護人員奉獻心力 但救人和過勞卻成了兩難 今晚心智露出一絲樹光 但要達到徹底保障醫師權益 這條路還很長 琪琪也期盼總有一天 老公蔡柏江 能循著記憶的鎖鏈 連接起自己的過去和現在 除了醫師之外 外送員的權益 也必須要得到保障 那麼勞動部最近確立了 外送員跟外送平台之間 是雇佣關係 外送的確提供了 年輕人一個快速又有彈性的賺錢管道 不少外送員很拼命 從白天送到黑夜 但是納入勞基法之後 就不能夠再有一天 工作12個小時的過勞狀況了 台灣這幾年 外送訂餐是越來越受歡迎 根據1111人力銀行的統計 這一年來有45%的上班族 滑手機訂外送 一週使用5次以上 重度使用者差不多是佔一成 那麼七次以上 平凡使用者佔了3.8% 而女性跟男性的比例是6比4 最愛外送的前三名分別是台北市 平均每週支出926元 其次台南市767元 第三名是基隆市750元 另外也有將近四成的人 有意從事外送工作 原因是時間可以彈性分配 不會影響到政治工作等等 這個佔了8成 而他們的預期每週平均進帳 是7492元 當然有外送員確實創造了 每個月十多萬的高薪 但是背後有多少心酸呢 記者林慧君 蔡木齊的調查報告 真心道上粉紅制服一整片 外送員停得滿滿滿 這是平日中午 美女校門口誇張的景象 因為跑的時間很自由 我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有單我就結 自由 而且對學生來說 就是不僅是自由 還有賺錢 而且賺得夠我們學生華用 21歲的李下午4點一下課 就趕緊衝回家換裝 準備騎車去送餐 像東區 市政府 大安 這三個點是算鬧區 對 鬧區它有跟餐廳合作的 就是比較多的 所以接單比較容易嗎 對 接單比較容易 單會比較稍微多一點 接單的頻率比較快 有單了 可以 有單了 李在劍峰用餐時間 5點06分上線 等了6分鐘 終於接到第一張單 先到信義路四段的飲料店取餐 7330 總共是三杯飲料 謝謝 再送到南京東路三段 這一趟的運費是99塊 你第二張單已經出現了 對 德惠街 第二張單來叮咚 從明山東路三段 要送到德惠街公寓三樓 運費是96塊 短短一個小時裡 就入帳近200塊 比過去在電影院公讀的食欽 158元還要多 賣爆米花 然後外場之類 因為電影院是只有晚班 這樣算下來要辛苦一點 就是按照勞基法 連午休一連午休一 這樣排起來的話 只能到2萬出頭 2萬2 2萬3 就最高了 我第一個月領到的薪酬 應該是電影院一個半月的精神 薪水多了1.5倍 扣掉電話費 油錢和機車保養維修費 每個月的生活費還有剩 就連大學的學費 也可以自己負擔 學費一個學期 4萬多塊5萬 它就是自己存錢然後慢慢繳 畢竟存一個學期 然後就一次抽而已 對 所以就是存一點錢 然後繳學費 換送時間彈性 單趟利潤高 能多跑幾趟 就能賺更多的生活費 從大學生到畢業生 不論代業或者是還學代 只要你有機車跟駕照 基本上公司規定一定要放大代 大代跟小代 因為我個人比較愛騎車 然後我是想說 把我的興趣跟工作去做結合 那這樣我會賺得比較開心一點 那這樣我會賺得比較開心一點 二十歲的阿誠 原本在超商當店員 加入平台外送已經一年多 一個月大概三四百差不多 平均一天就要結十張 對啊 差不多 一個月大概三萬七三萬八 越來越多的外送事故發生 現在只要邊騎車邊滑手機 就要被開罰 如果只是夾著沒有使用 警方會寬容執法 但未來擬法 恐怕連放在手機架上都不行 目前內政部還在研喻中 而這位黃先生原本是廚師 轉座全職外送 悲慘的傷口還在 確實也有騎比較快 轉彎的時候自己沒注意到 然後摔車 可是我那時候 我的保溫箱裡面 也還有我的餐點 所以變成說 我一定是先把餐點送給客人 有一次我去送到 然後那一棟剛好是28樓 然後我就上樓是等電廳 但是因為下樓的時候 它只有兩台 我等不到我就直接跑下來了 從28樓跑下來了 還好沒有被開單 當然也常遇到 令人尷尬的景象 我去按電鈴 開門之後出來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是全裸 然後他只包一條圍巾在下面 然後我就從那個門往後面看 看到一個女生躺在床上 也是幾乎全裸的 我有嚇到 然後想說他們可 我是不是在幹嘛 然後我是不是 壞了他們的性質 所以我就很急著給他們 我就趕快走了 網路上還有一名 專送半夜的外送員 PO文分享一段送餐的恐怖經歷 民國73年5月28日上午9點 台北市新生北路的 時代大飯店發生大火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19人死亡 34人進入障 沒錯 接到又送餐到台北的景星大樓 33年來 有24條人命在這裡意外死亡 被稱為北市最凶宅 外送員雖然覺得怕怕的 但還是硬著頭皮去送餐 當這名外送員 進了電梯 按了12樓 電梯開始嚴重躲動 到了12樓後 電梯門卻遲遲不開 不到一分鐘後 忽然快速下墜 卡在6樓 嚇得他趕緊按緊急鈴 和一樓按鈕 但後來電梯卻停在B1 打開門看到的卻是一面白牆 讓他很崩潰 最後還是改搭其他電梯 才把餐點送到客人手中 然後送完趕快用跑的出來 在經濟崛起 外送員的需求指針不減 他們用時間換取金錢 也是勃命在拚高薪 在薪水停滯的年代 一群在車陣拚命的外送員 只為了求溫飽和加薪 還有自己想運用的時間 稍後來看這位年輕人 自稱少年阿公 把市場把稻田當成了遊樂場 他的故事還紅到了國外 稍後繼續鎖定 深度調查報告 歡迎回來 近日是調查報告的封面故事單元 台灣農村老林跟缺工的危機 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了 但是這幾年掀起了青年返鄉潮 年輕人帶著創意捐起了袖子 把稻田把市場都變成了有趣的遊樂場 我們來看他方子維 自稱少年阿公 一個念中正大學氣管研究所畢業的年輕人 當他的同學們都到外商公司上班 為什麼35歲的他願意選擇回鄉呢 那麼最近他在農村還玩出了名紅 到了國外去 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看完之後留下了不少展顏的思緒 阿公請問一下 什麼事 你不是阿公的 我叫少年阿公 這汗衫披著毛巾拿著嘎雞 搭配西裝褲褲管還一高一低 這是阿公那個年代最帥的裝扮 有小馬哥的氣勢 但實際上他要帶隊去這兒 沒錯 市場變成了觀光景點 來 各位我們先靠近 二十幾個人要進來 其實空間比較小一點 帶著羅東高商校外教學 還有兩位新加坡遊客參與 這60年金子老店裡 金色是燒給神明的錢 銀色是給祖先的 還有Special的 好 來 各位 有看得過嗎 其實現在金座也國際化了 祖先用的那個平板電腦 我們祖先用的叫SK3 好 這裡是給我們的祖先專用的 我們等一下先左邊左轉一下看一下 路邊賣著宜蘭小吃 九層吹 好 一層有沒有 好 來 兩層 好 三層 那個九層是比較多的意思 比較多的意思 對 九層 好 不一定是九層 它的國語應該叫千層高 千層高或九層高 謝謝 專家在這裡 真的 在宜蘭的農村社會 炒米粉有很大的意義 這位阿桑賣米糕和炒米粉 已經賣了三十年了 慢慢再往前 我們靠右邊 來到一個糖果攤 老闆接賣衣服和氣球 其實這個攤位很有趣 老闆很斜槓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斜槓 包含就像一個人 他不會只有一項專長 老闆你這種介紹 他的聲音有沒有比較好 有喔 他會講話 他會講話 他可以介紹 講得很好 不是會講話 他可以介紹 他像自己多嗎 所以他看很多 他會講話 轉到地下市的傳統市場 周一正修飾 這位阿婆賣著宜蘭之光 請問三星蔥呢 最出名的是哪一段 哪一段特別 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蔥白 好 蔥白 蔥白怎麼樣 比較長 比較長 比較長對不對 我們的農業技術是 讓它更種在那個 稻草堆裡面更深一點點 當這裡沒有曬到太陽 它就會變白色的 相對它味道比較濃郁 然後蔥呢 在全台灣的價格來講 宜蘭的蔥是最頂級的 拿鋤頭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是很療癒 很舒適 比在健身房 我覺得還更享受 左手推 右手搭 一 二 三 四 這樣子 你可以輕鬆的 去把那個稻子給割下來 太陽下曬成古銅膚色 把農村體驗變成了親子營 大人小孩玩的不亦樂乎 有沒有要學怎麼綁這個稻草嗎 方子維 中正大學器官所畢業後 到國外工作一段時間 開了眼界 回鄉後發現老齡化又缺工 決心把所學和家鄉農業結合 我發現農業菜好玩 市場裡面的長輩告訴我們說 現在的人都不知道跑去哪裡 現在我們習慣改變去超市 去便利商店等等 也因為這樣人比較相對 尤其是年輕人比較少來市場 但是我們今天帶更多人回市場 有機會的話 你認識這些攤家 當有一天你長大 需要買食材 你會知道要找誰 把這關係重新建立起來 你看一下那個 很像史萊姆的那一坨 怎麼樣在那邊甩甩甩的 這邊哪有啊 來 各位很燙來試看看 不要怕不要怕 現烤出來的不一樣 好來試看看 主三則對嗎 主三則對嗎 對 還不錯喔 那滿好的 還不錯喔 阿姨說不錯喔 學生們愈愈愈試 手工春捲皮包上花生粉 入口溫熱又彈牙 開始有很多學校也覺得 希望孩子可以在市場裡面 學到跟農業有關的 發現我們的機會來了 就發現我們開始 需要建立團隊 那開始也很多年輕人 也覺得可以返鄉做什麼 我們只是先做給你看 那個收資其實都比以前 越來越多 甚至比我前一個工作更多了 我們先請海哥示範一下這個 先介紹一下這個語度 重點是平感情 一圍身後回首 好玩好玩 台灣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 雞扒和泡泡茶 雞扒也是沒那麼好 雞扒油 用鬼頭刀魚肉和豬腳肉 以及香菜的香氣 柴魚和少許醬油調味 Q彈嫩肉的好味道 這是宜蘭最新鮮道地的魚丸湯 上桌了 各位魚丸湯來囉 這段午餐還有春捲皮飯捲 用宜蘭米紫糯米和豆皮 鴨賞芹菜和肉鬆捲在一起 大口咬下去 滿滿的營養好滋味 因為這種宜蘭的特產是鴨賞 所以裡面才會包鴨賞 Good morning 宜蘭 Hi My name is Leo Fang 把裡面化為行動 年輕團隊裡有滿滿的熱情 不管是帶遊客體驗當農夫 還是農莊工廠DIY下廚 又或者把傳統市場當成遊樂園 透過他們創立的平台 要把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帶進宜蘭來 歡迎回來大選倒數 當蔡英文總統說 台灣經濟是20年來最好 但是大家看到感受到的 卻是店家一家一家的官 還有年輕人因為低心的困境而被迫出走 這也說明了政府的施政跟人民的感受 確實有所落差 那麼下一集節目當中 我們將邀請達人來教你 只要家裡有空房 你就有機會創造財富 另外天氣明顯變冷了 有哪些當令的食材呢 美食達人也要在節目當中 帶您來品嘗庶民美食 我是盧秀芳 我們下次節目中再會 賠使英文 我 clamps描下